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风雨历程 在这40年的时间里 中国经济腾飞 民生兴旺 科技进步 文化繁盛 而从今天开始未来的两个月内 我们将通过倒序的方式讲述40位改革者的故事 跟随他们的脚步一同回顾中国走过的改革之路 2018年10月24日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香港珠海澳门三地实现陆路连接 将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这项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工程 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 其核心工程的负责人就是有着定海神针之称的总工程师林明 我宣布 港珠澳大桥 正式开通 2018年10月23日 在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仪式上 林明和他的团队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 工不可没 老苦不招 而且这就是你们人生的价值 要为自己感到自豪 我们也为你们感到自豪 林明 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总工程师 被称为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灵魂人物 从建设离心岛到安装海底城管 林明负责项目的难度之大 号称世界桥碎领域的珠穆朗玛峰 从世界的方面来看它 它都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这样一个工程 我们中国就更困难了 在03年开始考虑这个工程的时候 我们国家在外海城管还是一个空白 深埋城管就是要在海底铺设一条 长达6.7公里的城管隧道 它的长度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城管隧道的 两倍多 每一次前往海上进行城管安装时 林明都会回头看看自己的宿舍 担心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我怕这个有意外 因为城管有风险 我每一次都这个星期 我们国内有些做过城管的专家 跟我开会都跟我讲 他说你等着吧 林明啊你等着吧 这个东西可不好玩 33届城管在海底深处精准对接 误差只能控制在几厘米 而每一节城管的重量高达8万吨 与一艘航空母舰相当 都是第一次嘛 那么大的设备 那么复杂一个系统 没有任何经验 我是第一次 我只是脑子里面想了很多遍 过电影嘛 来回过 第一节城管安装 历经了96个小时的战斗 到了安装第八节城管时 林明因劳累过度 鼻腔大出血 四天内实施了两次全身麻醉手术 在最后一节城管安装完成后 林明却被告知 误差超过了15公分 这么好一个方案 是能够控制的方案 如果用这样一个偏差 为工程画一个句号 你想 这不是我们工程师 我们所有人的遗憾 我相信的话 一定会成为这样一个遗憾 林明没有向上报告 重新安装城管的事宜 她说服在场的所有人 重新开始 我这个口令 用了几百个 不停地挑挑挑 他们那个船长 在背后疑论我 她说我这么大个船 你叫我挑一公分的 挑一公分 两公分 我哪做得到的 就这个动作 做了三个多小时 我就看着看着 这个流速海流起来了 最后那一刻钟才找到 七年前期准备 九年坚固建设 林明等大桥建设者们 攻克了众多世界级难题 圆满完成 外海城管隧道 滴水不漏的建设奇迹 2018年10月24日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林明等来了 她梦寐以求的时刻 吃饭给你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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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